大家好,我是美樂 我是阿彈 我們這次要來去嘉義的阿里山遊樂區那邊玩 然後我們也會去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周邊的幾個景點 像是二鹽瓶步道啊 還有一個特色的咖啡店 還有奮起舞老街 然後我們這次也會有阿里山森林遊樂區的完整攻略 要怎麼玩來跟大家說 那就讓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GO! 我們現在在阿里山公路旁邊的二鹽瓶步道 然後它這邊步道就是全長 還有1500公尺 然後來回大概是 1個小時左右 然後如果說日落的時候來這邊的話 就可以看到夕陽 雲海 對,漂亮 這裡走起來很涼很舒服對不對 對 而且這個步道 我覺得不錯 做得很好 而且 它的階梯一格一格不會太高 所以走起來不會太累 你看這步道 很長耶 幹嘛? 1500公尺 不然你看那些人帶了登山帳 登山背包來幹嘛 1500公尺都是個樓梯的 這旁邊全部都是茶園耶 這旁邊全部都是茶園耶 台灣茶 哈里山茶 我們現在時間是11點是12分 我們到了這個二鹽瓶 登山步道的一個觀景平台上面 我們出發的時候大概是33分 所以我們大概走10分鐘 今天這裡的view很好 對啊 在這邊呢就可以看到一片的茶點 如果說雲層在低一點的話 就可以看到一片的雲台 在二鹽瓶度到之前 這裡有一個賣愛玉的 我們現在來買這個 來阿里山就是要來吃愛玉啊 是喔為什麼 要喝哪個愛玉 愛玉 好喔 大杯大杯 好好喝喔 我覺得是曬個太陽 然後稍微運動一下 喝這個真的是 讚 百香果味道很香喔 剛才那邊還有黑糖愛玉 還有檸檬愛玉禁忌愛玉 冬瓜愛玉 好喝 好下一站呢 我們來到這個 算是秘境 又不算是秘境 非常多人知道 非常熱門的這間 阿江的家 它這邊很熱門齁 而且它這邊是不能電話預約的 一樣來現場排隊 好爽喔 好幸運喔 好酷喔 謝謝 這等的時間完全值得耶 好漂亮的地方 好 兩位的話 第一下就要幫我們拿一個 一杯飲料 好 剛我們抽號碼牌的時候 我們抽號碼牌的時候 還有一組人是抽在我的後面 然後那一組人他們就剛好 沒被安排到位置 然後就抽掉了 好可憐 好可憐喔 然後就要等散點的嘗試 然後它這間阿江的家 它這一進來 就整個是 WOW的感覺耶 好酷耶 剛剛代位的人 他說 老闆他是賀博颱風的時候 他家被摧毀了 所以他才花了26年的時間 把阿江的家這邊 慢慢的蓋起來 然後它這邊 每個人就是第一宵一杯飲料 然後每一份飲料呢 都有附兩種點心耶 哇 很不錯耶 然後它這邊用餐時間 大概是一個半小時 好 好 來了一個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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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老闆幫我們換了一個位子 他說我們那邊位子太曬了 所以他就把我們換來這裡 他就說 這一個桌子是一個古董的巨台 喔我們的飲料來了 還有 好 檸檬片 精彩的口氣 然後這個是鬆餅的 他這個鬆餅好吃耶 很脆耶 嗯 而且他 有一個味道 小米的味道吧 這樣喔 然後他還有附這兩種醬 一個是煉乳 那這個是什麼 很香耶 嗯 好吃 我就來這個阿江的家 真的超特別的 而且他這裡的裝飾都是用鐵劍啊 還有多肉植物啊 還有 他整個氛圍都是 很酷 他的屋子都是用那個石頭 蓋起來 拼起來 對很棒 然後一進來就有 自身於 其他地方的感覺對不對 室外桃人 真的 就很像 在一個精靈住的地方 對 很像在遊戲的村落裡面 嗯 很漂亮的地方 然後這邊喝咖啡 然後吃了下午茶 點心都不錯 謝謝 謝謝 看到沒 你剛剛買的是什麼啊 進來這邊呢 他入園 門票就是一個人兩百塊 然後車子應該是一百塊 不然就是一個人兩百五這樣子 然後我昨天有在Klook上訂了 訂這個 訂這個 是什麼 買一送一的券 兩百塊錢 噔噔噔噔 不錯吧 不錯聰明 阿里山車站怎麼多人來的 我們那個 要買明天搭火車去 看日出的地方 就在阿里山車站 好 高三欸 立刻把外套穿起來 是不是真的冷 還笑我 我們這次住了這個青山別館 我們這次是在booking.com上面訂的 然後這次的價錢是3700 熱水的供應時間是5點到10點 所以5點之前 要用熱水是沒有的 然後他說這邊外面 溫度低於10度的時候呢 才會開放暖氣 房間就是簡簡單單的 其實不錯啊 這一排的房間應該都是這樣子 對對對 在這個遊樂園區裡面 3000多我覺得還可以 不錯 他這個床就是一個雙人床 然後外面就是有雲飄在那邊 你把窗戶打開來 那個雲會飄進來的那一種 然後還有這種高山的樹木這樣子 然後浴室 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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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室就是這種簡單的 國家公園裡面會有的儀式 好啦現在3點半 我們要趕快去 買火車票 對 明天一早要去看日出的火車票 我們要去阿里山火車站那邊 買車票 他說最晚賣到4點半 如果說4點半沒有買到的話呢 就需要明天早上 現場排隊 好轉 哇這隨便都是神木步道啊 來到阿里山車站 我們要趕快去買 哇這裡要出現場的土片 而且這裡全部都是用這裡的神木蓋著 然後跟我以前的工作就是蓋這個吧 應該是 哇 哇 明天 看日出的 買好了明天看日出的車票了 全票是120元 然後明天的發車時間是4點50分 在這個阿里山火車站呢 這邊可以買到神木車站的票 然後跟找品車站的票 還有對高月車站的票 那如果說要去看日出的話呢 就是買這個到對高月車站 然後如果說到園區裡面玩的話呢 近一點就是找品車站 然後再深一點就是到神木車站 好我們現在呢 要從阿里山火車站這邊呢 要走路到前面的找品火車站 那其實搭火車也是可以 但我們想說我們就用走的走一下 然後在這邊還有很漂亮的神木遊局 然後還有神木7 嗯 神木門市的7 對都是很漂亮 都可以來這邊拍照 哇很美的樹 超漂亮 你看 對啊很冷啊 我覺得我們今天先玩下半部 招品車站這一區 然後明天呢再去 巨木 哈里山巨木區 真的好森林喔 不說還以為我們在什麼深山裡面 對 森林遊樂器 真的很森林耶 而且這整個感覺好日式齁 對啊 應該是說 因為他們都用我們的木頭啊 對啊 就是本人都用我們的木頭 這真的是一個很酷的地方齁 對 園區就都在樹裡面 都在巨樹裡面 非常漂亮 警察局 欸這也就是很有名的 大家都會來這邊拍火車這樣經過 然後櫻花就在那邊你看 喔真的耶 對這條就是櫻花田道 然後火車這樣經過的時候 櫻花季的時候就非常漂亮 很美耶 你看那個 木灶的那個建築 那就是枣坪車站 很漂亮 那種木頭的 然後往一邊走就是枣坪公園 然後那個橋呢 就是那個很有名的櫻汁道 我們兩個人省了兩百塊 來到這個枣坪車站 要走一陣子 走得很喘 然後我們剛剛走過了枣坪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走去姊妹潭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森林耶 黑森林 黑森林 繼續找 黑森林 我也不知道前面有什麼 好深 哇這時候有一台火車過來 就超美 哇好暗 哇這也好黑森林喔 黑森林 真的是黑森林 黑森林 綿月縣 我們要出發去綿月縣了 好我們現在呢走到前面這個就是姊妹潭 然後姊妹潭呢就是有兩個相連的潭 然後一個是姊潭一個是妹潭 然後姊潭呢比妹潭還要大 這個是妹潭 然後在姊潭旁邊呢有一個相思亭 然後這邊呢有一個故事 什麼故事 有興趣呢可以上網去查看看 這裡有一個愛心形狀的木桶 永結童心 這裡啊 這裡 好喔發揮一點創意 接下來 謝謝 美妮你不覺得這裡真的是個非常厲害的一個森林園區齁 真的耶 他就是完全就是在森林裡面 但是他把你的道路都鋪好好的 你就隨便走 就走這個道路 也不會害怕 然後就非常森林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如果不想要走路 或者是行動比較不方便的話 他也有很多的遊園車可以搭 對很多站可以下車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他這邊也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他把人走的地方 跟車子走的地方都規劃好好的分隔 分開 非常棒 然後現在晚餐時間我們來他們 這邊旁邊這個山冰餐廳 然後他這邊的菜點就是有一些火鍋啊 然後還有一些草的菜啊 然後他這邊的特色呢就是石頭火鍋 那我們就點一個石頭火鍋吧 嗯 吃飽了 剛剛吃這個石頭火鍋很溫暖 而且湯炒也不錯 所以我覺得兩個人來吃他這個石頭火鍋的話呢 就是分量其實有點太多了 實在太多了我們也吃不完 對我們兩個的話是吃不完 我覺得四個人的話差不多 沒錯客家小草也不錯好吃 好 我們現在要去看星星 看看有沒有拍得到星星 我們是想要去拍銀河 因為現在是四月所以 銀河升起來的時間真的是 十一點半 我們現在要走路去 招屏車站那邊看一下 現在這邊是看不到 什麼都看不到 是有星星啦 對 然後現在時間是十點 溫度是八度 好冷喔 招屏那邊看不到的話 那些拍星星的人呢 他們就會 繼續往上走 走到柱山車站 或者是小麗圓觀景平台 那邊都可以拍星星 但在這邊就真的是一定要用走的 真的 沒有其他選擇 好那因為這邊燈都太亮了 如果說要拍到沒有光害的地方的話 就要去往上走 走到柱山車站 那邊實在是 我覺得可能太暗了 他按我沒有回他 然後不按 就是說有光害 沒錯 所以我們這邊拍拍了幾張照片 現在決定回去早點睡覺 每天也要早點起床 要看日出呢 沒錯 OK 好晚安 晚安 明天見